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要开始今天的教学内容 好 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如何阅读一本书 事实上我们有提到上学期的课程是以阅读为主 那么下学期呢当然就是以这个写作为主 那在阅读的时候搭配的是QT教学法 要启发所谓的深度思考也就是思辨力 那么下学期的时候呢我们要带领同学做写作 还有扣头的表达 可是事实上呢因为我们采用的是QT教学法 所以同学其实基本上对于如何阅读一本书 可能都还没有一个概念 那我们今天要来讲如何阅读一本书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问如何阅读 How to read 进入到如何阅读之前 我们想先问同学 你喜欢阅读吗 同学现在可以想想看 你喜欢阅读吗 那这个阅读主要主持的是书籍的部分 你喜欢吗 问你都怎么进行阅读这件事情 阅读如果是一个动词 你都怎么阅读呢 再来我们要问 你读的这本书 你真的读懂了吗 你真的读懂了 你所看到的一本书吗 完全的一切了吗 读书是一件享受的事情 为什么一定要学到东西呢 我想我们刚刚经过了一连串的扣问之后 同学也许想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要阅读 那阅读我应该是享受的 我为什么一定要去学到什么东西 书本为什么一定要让我学到东西呢 一定也会有人想要问这样的问题 对不对 你可以享受阅读 你也应该享受阅读 因为阅读本身就是应该被享受 被enjoy的 也请你不能把享受阅读 当作是你从书籍当中 什么都没有学到的借口 换句话说 今天我们已经 如果你今天累了 你可以去睡觉 把身体养得有精神 那如果你今天不想做A这件事 你可以把这个时间拿去做B这件事情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时间拿来做阅读 你说你只是要享受这段时间 把这个时间杀掉 所以阅读不需要有目的 那我想 这就是你把阅读 学到东西 学不到东西 当作一个借口 那我们又再次回到一个问题了 读书真的是一件享受的事情 为什么一定要学到东西呢 再问一次 你心里有答案吗 为什么 还是你坚持的是上一句 读书是一件享受的事情 不一定要学到东西呢 好 我们现在讲 刚刚已经在讲时间的运用 每个人的时间都有限 每个人就是24小时 你把时间拿来怎么用 那都代表你对时间的管理 如果你拿来阅读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这样告诉你 没有目的的阅读 难道你只是想要刷个人的存在感吗 还是你想要当一个 试字的文盲 是这样吗 那么既然呢 我们不是为了要刷存在感 才去阅读 那么到底我们阅读的目的是什么呢 你有答案了吗 我们还是要来跟同学分享两句话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凡阅读 必有所收获 阅读到底使我们收获了什么呢 事实上 阅读使我们收获了理解力 以及认知力 这两个点是帮助我们不断的 再去累积其他的认知能力 理解力的办法 所以阅读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它在强化我们的理解力跟认知力 好 那么阅读力的培养 事实上要从两个方面来进行 第一个就是 如果你想要提高你的理解力 那么你要看的是实用类的书 那么如果你想要提升你的认知力 那你就必须看理论性质的书 所以说 如果你能够看实用类的书 这些书 它会给你建议 教导你应该怎么去做 怎么去思考 而像这种提升认知力的书 它就是理论性质的 这种书通常是非常的生硬 它会让你从书当中得到一个新的道理 学习到一个新的观点 学习到一个新的理论 所以如果同学想要 培养你的阅读能力 那么从实用性的书籍入手 培养理解力 从理论性的书籍入手 培养你的认知力 这两点都是在做知识能量的累积 那么我们也想要来问咯 那到底要如何来阅读一本实用类型的书 其实严格来说 阅读的书籍有分非常多类 包括实用型的 还有我们刚刚讲的这种理论型的 那如果你是文学的爱好者 你可能会比较偏向去读文学类型的书 它可能启发你的就不是你的理解力 或者是你的这个认知力 它更多的可能是启发你的感受力 跟美感的经验 或者是你含化你的生命能量 但是如果今天你要读一本 实用类型的书 增加你理解力的书 到底该怎么来读呢 也许你心里面就会有这个疑问 今天的课程想要谈什么 如何读一本书还需要人家来教吗 就把它打开来读啊 各位同学你们没有想过 当你面对一本新的书的时候 你都是怎么读它的 很多同学都跟我讲说 就把它打开来 先看封面啊 看看封面有什么 有什么字 有什么讯息 那接下来呢 我打开来看看它的序言 它的目录 然后再把它翻过 对这都是对的 读一本书的第一个步骤 当然就是看封面 看封面给你什么讯息 还看封底给你什么讯息 在封面 它通常会把这个主要的 包括书名给你 还有它要给你的核心重点 会摘要在上面 那封底也要看哦 封底呢 它还包含了它 这本书的内容 它会给你做一个这个说明 所以封底要看 封面也要看 在刚才的问题之后 我们要问更棘手的问题了 最近你看过几本书 那你有没有想过说 你看过的其中某一本 主要的内容到底讲了什么 你到底对那本书的内容 还记得多少 而你又从这一本书当中 学到了什么 假如说你今天真的有 懂如何去阅读一本书 那么你一定会有所收获的 可是如果你不知道 怎么阅读一本书 那么你的时间 一定是白白的度过了 所以到底我们该怎么去读一本书呢 最重要的一个点 请牢牢的记住 我们要带着问题意识 主动的去阅读一本书 我们应该怎么想 什么叫主动的阅读 主动的问题意识 也就是我们应该这样思考 为什么要去读这本书 那么我可以学到什么知识 假如你在读一本书的时候 你有这两个问题意识 在前面的话 那么你就会非常专注的 一边读一边去思考 那到底这本书 给了我什么的 什么样的知识内容 今天我们要来介绍一本书 非常的特别 它的书名就是叫我们如何读书 书名就叫做如何阅读一本书 这个是爱德勒在1940年的作品 那一直到现在 经过了70年了 都依然还是非常非常的盛行 因为他里面提到的 这个读书的方法 还是受到了非常非常多人的 这个感动 就大家都从这本书当中 得到了自己的阅读的能量跟泉源 那今天我们就来 跟同学介绍这一本书 关于基础阅读 爱德勒说 其实他发现到 大部分的人的阅读能力 基本上都只停留在 所谓的基础阅读这个层次 什么意思呢 就是能够把这个字认识清楚而已 所以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个说法 一定会吓一大跳 对不对 但是事实上 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情况 严格来说 80%的人对于一本书的阅读 基本上都只停留在国小的阶段而已 基础阅读的程度而已 指的就是只能够认识文字的表面意思 那什么是解释阅读呢 解释阅读也就是一种快速的阅读法 把你这本书拿过来 非常快速的把它解释一遍 那这个解释阅读基本上 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分为两种层次 一个层次是掠读 一个层次是粗读 那掠读的程度就在国中而已 也就是说什么叫掠读呢 你看那本书 先看这本书的封面 写了什么 然后封底是什么 再来看一看它的目录写了什么 掌握它的目录 再来掌握了它的序言 这本书里头续写了什么 那再来你就看到了这个 因为你已经看了目录 所以你知道它的内容大概是什么 那接下来你大概就去翻 根据目录去翻 你感兴趣或者你觉得重要的篇章 好 那么再来就是 你可能也会去寻找 在这本书当中 因为外国的书籍习惯 在重点的地方会加粗 然后你可以比较快找到 这一些加粗的地方 你去看一看 那还有就是针对这本书 你会去找它的结论 或者是照到底说 书的最后一章通常都是结论 有的时候 每一个章节的最后一段 也会是结论 那你就去寻找它加粗的地方去看 这本书的结论去看 还有当中的一些关键词 你去看 这就是达到了国中阅读的程度 就是阅读 那么如果说 你经过了快速的掠读之后 你能知道到底在讲什么 要这本书到底值不值得读 你要不要继续读下去 如果这本书 你读到了这个 经过了掠读 你已经对这本书掌握清楚 觉得不需要再读下去 你当然可以放弃 那如果你想要继续读下去 我们就继续来看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你想要进到下一个步骤 就是粗读你到底要做些什么 所谓的粗读呢 它也是一种速读 但是它是速读的第二个阶段 也就是说 你刚刚把目录从头到尾看一遍 对不对 但是你现在所谓的粗读 你是真的要把这一本书 从头到尾快速的翻过一遍 每一页都翻过一遍 但是呢 这种粗读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在这本书当中 你每翻每一页 凡是你有看过 你不懂你不会的地方 你需要思考才懂的 请你就直接略过 直接略过 不要去想 不要去查字典 也不需要去想 你到底理不理解它 这就从头到尾读过一遍 这就是达成了所谓的粗读 我们在前面提过 四种阅读的层次 第一个是基础阅读 再来是检视阅读 检视阅读又分为掠读跟粗读 如果你达到粗读 那你还想要继续深化你的阅读的话 你可能就要做 在粗读的这个部分 做更多的功夫了 因为在检视阅读的粗读之后 分析阅读跟主题阅读 就算是精读了 这就是精读跟粗读的分水令 而当中有一个 要跨进精读的这个基本步骤 就是我们现在要来谈的 我们刚刚就已经给同学 讲过这个不同的层次 同学如果从高中阶段的阅读能力 要提升到大学的话 那么你在进行粗读的时候 你就不能只是从头到尾 把每一页的纸给翻过 把你不懂的都给略过 当做它不存在 就不能只是这样了 如果你今天是要提升到 大学的分析阅读的能力的话 你应该要在你高中的阅读习惯 跟基础上来进行一些工作 所以呢 在初读的部分 你就不能只是从头到尾 把每一页都翻过的 那你应该做什么呢 好 如果你是有心想要把你的阅读 从高中提升到大学的层次 那么你在初读的时候 你必须要思考一些东西 第一个就是这本书到底在传达什么 你在读的时候你要有这些思考 第二个你要想这本书 作者到底提供了哪些论点 第三 这本书它说的有道理吗 是全部都有道理 还是只有部分有道理 还是部分没道理 当然最重要的一点 我们读一本书 你最后一定要去反馈自己这句话 这本书跟我到底有什么关系 可能你试图的去寻找 它跟你的连结 connection 但也许你可能找不到 可是如果你真的找不到 这本书跟你有什么关系 其实你一开始就应该放弃 在掠读的时候就放弃读这本书了 但是一旦你决定要初读它 而且甚至要以进入到大学生的 这个水平程度来读它的话 那么你一定要思考这本书 跟你有什么关系 否则你读完之后 这本书很容易就变成 只是你真的是消磨时间 还有制造痛苦的一个来源 作为一个高中生 他要拥有的阅读 这个能力大概就要到像之前讲到的 带着那些疑问去进行阅读 那接下来你要进入到精读 那你应该要有一些不同的策略了 大学生基本上对于一本书 一篇文章是要有分析能力的 而这个分析能力是完全客观 不包含个人主观意见的 也就是说你的阅读目的 只是要把作者想讲什么 分析得清清楚楚 那么到了硕士班呢 你要进行的就是主题阅读的这样的层次了 所谓的分析阅读 就是你必须真正去理解 作者的why是什么 他为什么写了这本书 他为什么要这样表达他的观念 他的观点 也就是说分析阅读是你对于这一本书 里面的潜词用具背后的意义 意涵你完全理解 而并不只是知道这个字怎么读 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 好能够做到完全理解作者的用字潜词背后的意涵 这个才算是达到了所谓的分析阅读 那么分析阅读呢 我们要讲同学要做的第一个步骤 就是把这本书当中作者的关键词找出来 什么是关键词呢 有三个点同学一定要把它牢牢记住 那这个点你一定要运用到将来你所阅读的每一本新书里头 第一件事情就是专有名词 一定要把它找出来 再来就是他一直一直反复提到的 你要把它找出来 再来就是你读来读去读来读去 一直很常出现反复出现的那就是他很重要的概念 这就是你在做分析阅读应当要把它找出来的 你可以用红笔把它画线 你也可以用荧光笔把它marketing 那你也可以自己写笔记 把这一些专有名词 那反复提到的 很常出现的都把它做成你的笔记书 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训练 如果你能够把自己做这样一次训练 我想完整的训练过自己一次 将来对于你阅读的能力跟这个速度会大有进步 好那么因为很重要 所以呢请你再次的记一下他 也就是说请你要在要这一本书当中的关键词 关键词包括有专有名词反复提到的那些词 还有一直一直很常出现的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分析阅读的第二步 要怎么办呢 要推理 那么你要怎么去推理呢 你当然就是要知道他的论点 对不对 好 比如说他由A推到BB推到C 你要知道他的推理 你就必须要先归纳出他的论点 因此分析阅读的第二步呢 就是要进行推理 而推理你就必须先归纳论点 那同样的 比较建议你已经走到了第二步 归纳论点的部分 你最好可以做一点笔记 那不然的话你也应该在你的这个书啊 做一点点所谓的这个点评笔记在里头 这样对于你之后要去说明这本书到底让你学到什么 也许对你来说会在时间的效用上比较节俭 比较节省 好 再来就是阅读 分析阅读的第三步 就是你必须写摘要 你必须做笔记 还记得我们在之前就已经教过同学怎么写摘要了 所以摘要写了之后呢 这个摘要当然我们以前讲过有一个叫做整篇的摘要 那当然也有所谓的段落摘要 甚至是把长的句子摘要成短的句子 对不对 那现在来了 现在阅读的是一本书 一本书要怎么做摘要呢 好 同学可以按照他的章节一张一张的去做摘要 然后做成自己的笔记 当然 你做成了这个每一章节的摘要之后 你再把它融会贯通成为一本书的摘要 那我想这就是你已经把自己的头脑整理一遍 然后也把文章的内容充分的把握到位了 好 所以我们把它讲一下分析阅读 它基本上的四个步骤 就是你要先找关键词 再来呢你要进行推论 因为你要进行推论 所以你要归纳论点 好 那么这些都做了之后呢 请你要做成你的笔记 这个笔记主要就是要写摘要 然后可以以章的方式来进行 然后在最后统整成这本书的摘要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我们有提到有关于简式阅读这个部分 我们说到说这是一个速读 简式阅读它就是一个速读 不管你是掠读还是粗读 它都是一个速读 快速的阅读 那我们讲到第二步是要看到不会不懂 需要思考的地方就通通把它掠过 但是这个是高中的层次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今天要进到大学的阅读 刚好相反 对于每一个文字 你看不懂 不会 你想不通的地方 你都要把它看懂 看会 而且要进行一个一个逻辑的推理 跟思辨 把它全部弄清楚 而且对于当中你不会不懂的文字的定义 你一定要去把它掌握清楚 到了大学 你一定要做到这个层次 才算是对文本有分析的能力 对文本有完全精准的掌握 那么刚才我们一直在强调 如果你已经到了分析未读的层次了 你对于字词 你一定要把它全部搞懂 为什么呢 如果你对于字词的定义 不懂 或者是 你对于字词的定义 跟作者的意识是不同的 那么你自然就会去扭曲 会去曲解作者的愿意 那进而就会造成对于文本的误读 所以 对于那些字 你不清楚的 你一定要把它完全的搞懂 搞清楚才可以哦 分析阅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则 就是客观 也就是你要完全 follow作者 他的思考角度 去读这本书 以理解作者的原意 作为你 阅读这本书的最重要的目的 这是分析阅读的部分 那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谈 这个高层次的文本分析 这里完全是客观的阅读 所以分析阅读的主要目标 目的 阅读目的就是要达到 完全去理解作者 在这一本书当中 所要表达的思想意涵情感 接下来我们要来谈的是主题阅读 所谓的主题阅读 它就是在谈 制定自己的知识架构 以及规则 换句话说 比方说你今天可能对某个议题 是有兴趣的 那你就把 涉及到这个议题相关的书籍 相同的概念 然后都放到自己的知识框架里面来 这样听你可能还会有一点笼统 有一点抽象 我们继续把它越讲越分明 主题阅读就是针对我们想要阐述的概念 意义去寻找自己的关键字 那么主题阅读的目标就是要整合知识到自己的框架之下 把各种不同作者各种不同书类 然后资料的来源当中去提到是跟你现在想要研究的某个主题 阐述的理念相关的这个部分的书 然后去把它整合起来 那么整合知识的诀窍呢 就是不同的作者对于同一个概念 他可能会用不同的关键字去阐释同一件事情 去阐释同一个概念 但是也可能发生一种状况就是 同样都是同一个字 但是在不同的作者 他的不同的书籍当中 他却用了完全不同的意思 这个是同学们在进行所谓的知识整合的时候 一定要非常小心的两个点 一个是不同的作者 用不同的关键词去阐述同一个概念 另外一个情况刚好相反 同样的一个关键词 但是呢在不同的作者 竟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意思 主题阅读它当然是代表着 已经要进入研究所的学生 必须要必备的能力 但你现在已经想说 老师快点告诉我 我要你在大学就拥有研究生的能力 好如果你这么积极的话 当我们告诉你 刚刚讲的那些 如果你不太清楚的话 我们现在来谈 就是整合阅读的时候呢 你必须要跳脱文字的束缚 然后以文字背后的意义来 这个整合知识 因为每一个作家作者 他对于自己在使用的文字上 有他独特的意义 因此当你在整合的时候 你必须要完全掌握它的意义 然后再来整合它 那比如说什么叫主题阅读 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你很关心的某一个主题 叫做地球暖化 那么在可能科学的书里头 谈到这个冰河的溶解 这方面的知识 会有跟地球暖化有关的内容 那有可能是在文学的书里面 有人提到了地球暖化 那再来有可能是有关于理论的书 地球为什么会暖化 怎么暖化的 只要是这些书籍的 它的内容涉及到地球暖化 那么你觉得是符音 你地球暖化的这个研究主题的 你都应该把它拿来做参考 这就是在进行不同面向的书籍当中的 同一个主题的研究 哇 讲了老半天 那到底老师大学生跟研究生 到底基本差异在哪里呢 好 我们这其实也是分析阅读 跟主题阅读的差异哦 也就是说大学生他基本上针对一本书 能够阅读好 就已经达到了基础的训练 可是研究生呢 他却必须对十本书同时都要阅读好 然后呢 寻找出这十本书当中的相同概念 也就是说 这个研究生他必须要有能力 去connect connect十本书 就是连结十本书 把过去跟这个主题相关的书当中 比方说读过十本 十本跟这个主题都有相关 你要把它连结起来 好 我们讲一下 所谓的分析阅读 就是训练自己去读一本书 而且你必须完完全全的去掌握作者原意 也就是说 分析阅读要求你进行的是一个完全客观的阅读 不带任何个人意见的阅读 让你要很精准的去掌握作者原意 那么再来是主题阅读的部分 就是多读多读很多很多本书 然后找出这书当中 每一本书当中 跟你自己想要研究的这个主题 例如地球暖化相关的内容 这就是大学生跟研究生阅读的不同层次 好 那么我们已经讲了阅读 基本上是从比较低阶的理解 然后再来进入到比较中阶的分析 那再进入到高阶的判断 那最后当然要进入到所谓的回应这个部分 那回应当然就是要评论了 假设说同学已经对一个文本进行了基础的理解 形音译跟文具 你都已经完全理解的这种所谓基础阅读之后 然后你也进入到了所谓的初读 那么开始进行了分析 以及做了笔记的统整之后呢 那么你就开始要进入到后续的 所谓的评论 跟判断跟评论的部分了 那么这个部分呢 也许这本书作者的观点也许你支持 但也许你反对 可是如果你不管你支持或反对 你到底要如何来支持他 或者如何来反对他呢 那这就是我们后续要谈的 在你的分析跟统整之后 你的判断跟你的评论 回应要怎么来进行 让我们先回到爱德勒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如果你不认同作者所说的话 那么你要提出理由 你不能只是怎么样 给他一个白眼 你也不能只 也不行 这些都是属于情绪性的 主观的偏颇的反应跟回应而已 更多可能只是一种情绪的宣泄 或者是生理的反应 那到底要怎么样来 如果你对于作者的观点 你不认同 你要怎么来反驳呢 好 那么有四点理由 你都可以从这四个点当中去一一击破 所以我们在思考 开始要去做他的评论的时候 第一个 因为你整本书你都涨 前提就是你对 这一本书已经完全进行了客观的理解跟分析 你才有资格进入到评论的部分 那你在进入评论 假设你今天是要反驳他 不赞成他 你可以从四个面向 四个点来推翻他 第一个知识 知识的不足 作者当中有一些知识不足 你认为说因为他知识不足 所以他的观点错了 第二个就是作者的知识有物 第三个是他的论述不合逻辑 第四个是他的分析不够完整 好 那么所谓的作者的知识不足呢 其实就是指作者他在进行他的文本推论的时候 这叙事的推论的时候 他引用到的资讯并不全面 或是有遗漏的 也就是说他可能只引用了对他有利的那一面的资讯 但是对他不利的或者是他没看到他遗漏了 因此呢 他的推论就会造成了知识层面的不足 那作者知识不足呢 只代表其实我们没有办法认同他的观点 其实不一定代表这本书就不好 就是你认为他不够完整 就是他完整度不足 他的知识层面太浅薄了 那也许你可以不认同 可是也许他不是一本不好的书 就是作者的知识有物 知识有物可能是因为知识不足造成的 也可能不止如此 那多半都出现在当他推论的时候 是跟事事不复 也就是他在推论 因为他知识不足 知识有物造成他推论的谬误 第三个就是论述不合逻辑 不合逻辑基本上有两种形态 一种是结论跟前面的引证的理论连不起来 也就是照理说A应该推到B B会推出C C推出D 可是他现在从A推出B之后 直接推出Z 那你会发现他的结论 最后的结论跟他前面所论证的论点 还有他拿来证明这个support这个论点的这个论据 完全整个是连接不起来的 也就是前后的论点论证跟最后的结论是不连贯的 这就是所谓的不合逻辑 另外一种就是作者他引证的事实是前后矛盾的 也就是他在前面证明了 如果我们经常使用微波炉 经常使用手机 那我们会造成地球暖化 全球暖化 可是他在后面呢 又跟你说 请放心的使用微波炉跟手机 因为他呢 一点都不会造成地球的暖化 这就是前后矛盾 不合逻辑 那么不合逻辑的形态因为很重要 所以呢 我们再说一遍 也就是你在对对方做评论的时候 你可以从他合不合逻辑这个点进行评论 也就是看他的结论跟论证 前后是不是能够连贯 再来去检视他引证的例子 前后有没有矛盾的地方 再来我们看的是分析不够完整的部分 也就是说 作者他在书中可能提出了一些问题 但是他并没有一一的去把他提出来的所有问题 全部都解决了 因此呢 他的结论会造成了 你不能接受他的结论 因为他过程当中针对他提出问题 没有全部完整的去分析 好 今天我们跟同学谈了四个层次的阅读 然后呢 从理解到分析到判断 到做出评论 那么我们也特别去提了 所谓的关于大学生应当要具备的基本分析阅读 就是对于整个文本 能够有精准的阅读 在这个精准的阅读之后呢 开始去判断 你究竟是要支持这本书的观点 或者你反对这本书的观点 那如果你要支持他的话 你也必须针对他的 不管是论点 论证 论据 逻辑 知识充不充足 来进行你的所谓评论 那如果你反对 应该针对刚刚提到的那四个论点 四个部分 四个要点 来进行评论 因此你的评论 是先建立在你的理解阅读的基础上 再来建立在你客观的分析的基础上 接下来根据你的知识能力 来进行判断 判断出你要不要赞成他 还是你要反对他 那么如果你要赞成他 你要反对他 你都要充分的距离条列说明去评论他 让我们再来整合一下 今天提到的基础阅读 还有检视阅读 又分为 检视阅读主要就是速读 然后分为阅读跟粗读 那你如果你达到这个层次呢 就是你达到了高中的阅读能力了 那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你 如果你要从高中翻升到大学来 你必须要掌握到粗读的技巧跟方法 那么到了分析阅读呢 就是针对这个文本进行完全客观的掌握跟分析 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谈的高层次的文本分析 不容许你有误读他 如果你有不懂的字词 你一定要完全理解他 那么到了这个层次 你要进入到 我们可以说是已经有了所谓的理解分析 然后再来就是要做判断 判断之后 你也许会想你要赞成他 或者是你要反对他 但是不管你要赞成他或反对他 你都必须要有你的知识背景 作为你的架构 然后针对我们提到的那四点 一一的击破他 一一的去支持他 好 那么如果进入到研究所以后呢 那你当然要进入到的主题的阅读 专业主题的阅读 还有就是跨领域的研究的阅读 好 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谈如何阅读一本书 也谈了四个到六个阅读的不同层次 那么请你现在稍微自己评估一下 回想一下 到底你现在的阅读能力跟阅读层次 都停在什么样的位置 那你要如何来自我锻炼自学的去 使你的阅读能力提升到大学的层次 或者是乃次准备要去念研究所的层次 现在我们来看我们的线上作业咯 我们今天的线上作业 主要是要请同学去回想一下 你最近或者是过去 您有完整读过的一本书 请你把作者跟他的书名写出来 第二个就是 请你分享您对于这本书籍的阅读层次 达到了什么样的层次 就是刚刚提到的那四个层次 那你用三十到五十个字来说明 那你当然要直接告诉我们为什么你认为 你对这本书籍的阅读值停在这个层次 再来就是请你大概用两百字来摘要 说明这本书的内容是什么 好谢谢你 希望你好好的做这三个题目 然后也在做题目跟答案的时候呢 也帮助老师跟其他同学 开一开眼界 然后拓展视野 分享到更多更多的书籍 今天的课程就进行到这里 最后我们要再次提醒同学 请注意影片关闭 以及答题节制的时间 拜拜 拜拜